男人趁女友不注意 抱起他就从游艇上跳进了汪洋大海 被透心凉的海水一机灵 大家突然想起 队友们都在海里玩耍 自己最后一个下去 却没有放下返回的爬梯 游艇又高又光滑 除了爬梯 他们根本没有别的办法能上去 更悲催的是 刚才几个人为了追求刺激 已经把船开到了深海区 方圆几十里都看不到 其他任何船只和可以暂时消气的小岛 也没有淡水和食物补给能量 这里还是大型海洋生物的出没点 随时队友被鲨鱼吃掉的风险 船舱里还有他们正在午睡的婴儿 他们必须在婴儿睡醒之前 想办法爬回船里 否则不敢想象还在墙堡中的孩子 将会面临怎样不可知的危险 好在海里有他们带下来的游泳圈 泰迪迫不及待的踩了上去 使劲往上钩 结果因为太久没有修剪脚支架 几下就把泳圈滑烂搞没气了 他又去抓船上插着的国旗 刚碰到就被撕烂 这质量简直不要太好 和公共厕所的卫生只有一拼 眼看着维二的救命稻草损毁 众人气急败坏开始互相埋怨 科技埋怨泰迪 就不该把船开到这么远的深海区 泰迪埋怨金毛 为什么要组织这次旅行 一旁的雪纳瑞更夸张 他认为这都是为了给博美过生日 才会被困在这里 说着就气愤的把不会游泳的博美 按进水里 还要抢他的救生衣 突然船上响起了电话铃声 科技顺着衣服把手机拽了下来 一间厅才发现 那是某个姑娘发给他的暧昧语音 旁边的女友很生气 和他抢起了手机 科技为了不让女友发现 竟然将唯一能求救的手机扔进了水里 真是无了个大雨 紧接着不远处终于听到了船只的声音 几个人见状举起手传递求救信息 结果对方以为他们在和自己玩互动游戏 打了个招呼就急迟而去 留下吉人原定懵逼 科技命令大家绝对不能泡以待毙 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拧成一股绳好爬上去 他们进来扔了几次 终于成功卡住 可能是想这么个招用尽了全部的智商 就非得让一个体型最重的往上爬 结果还没使劲 衣服就承受不住断裂开来 几个年轻人已经被困在深海六个小时了 没喝一口水还得不停蹬腿 否则就会变成淹死鬼 博美感觉什么东西触碰了他的大腿 他一声尖叫吓得泰迪赶紧潜水 万一这时候出现了鲨鱼 他们所有人都得去见鬼 泰迪进入水里并没有发现鲨鱼 不过他突然想到 游艇的底部或许还有其他的入口 便拿着小刀下去查看 结果眼镜突然漏水 一慌张小刀从手里滑落 他奋不顾身地下去捡 很快就缺氧险些窒息 返回时脑袋又撞上了螺旋桨 伤势严重 浮出水面已经被撞成了一个铁憨憨 一问三不知 金毛见状一把夺过泰迪的小刀 拼命往船上扎 他只是想借助小刀爬上去 却被科金认为是在发脾气 还指责金毛破坏了自己的豪华游艇 争执过程中 科金一刀扎进了金毛的小腹 血液喷涌而出 海水瞬间被染成了鲜红色 他们似乎忘了 血腥味会很快引来鲨鱼的围攻 只有雪纳瑞小姐姐意识到了这一点 可是他竟然没有提醒同伴 为了躲避鲨鱼 竟独自一人向深海游去 等大家发现他不见了 就潜入水里到处寻找 在深海处找到他时 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随后金毛也因失血过多而死去 现在就只剩下科金 博美和被撞昏迷的泰迪 博美突然想到 刚才金毛用刀子扎游艇 不是在发脾气 或许是在想办法自救 因为只要将小刀卡在上面 就可以当做固定点爬上去 科金这才恍然大悟 可他却一时冲动害死了金毛 为了赎罪 只好独自潜入水里 寻找那把掉落的小刀 这也是目前唯一的求救方式 大活人被困在深海 最绝望的时刻莫过于夜幕降临 博美搂着奄奄一息的泰迪 等待着科金的归来 此时船上的婴儿睡醒了 博美听到监听器里 发出孩子的啼哭声 这么久女儿一定乐坏了 博美很心痛 却也无能为力 他们在海水浸泡了整整一天 已经筋疲力尽 老天还偏偏和他们作对 突然就开始狂风暴雨 让本就冰凉的海水 变得更加寒冷刺骨 博美只能带着泰迪在船下躲雨 可是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发现泰迪好像早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如果自己还一直拖着他 只会更加耗费体力 于是博美只能强忍背痛 将丈夫推进了海里 不久后科技终于浮出了水面 却依旧没有找到掉落的小刀 眼看雨越下越大 风浪越先越高 博美虽然不会游泳 也不得不脱下唯一的救生衣 两人一起分享 科技只能大胆地做出最后的尝试 他摘下泳镜 把弄碎的镜片当作小刀 奋力扎进游艇的同时 他的手也被割得血流不止 科技只能强忍剧痛 固定好身体 让博美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爬 博美的体力早已透支 接连试了好几次 才终于爬了上去 博美顺手按下爬踢按钮后 就一头冲进船舱哄她的女儿 哄着哄着居然睡着了 殊不知还在水里的科技已经不想活了 因为她失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兄弟 于是转头朝大海深处游去 博美再次醒来才想起了科技 跑出来一看 科技已经越飘越远 博美决定去救科技 没有救生意的她拼命克服孔水症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打捞上来了科技的尸体 一军人出去游玩 到最后只有博美一人活了下来 因为年轻人大胆鲁莽的作死行为 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今后留博美一人 该如何面对这惨淡的人生